王大臣 长者居士 请佛去讲经说法 住在他们供养的经世 那个产权是别人的 产权没有给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是住在别人的做客 这讲经讲完了 讲完了就走了 一生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可以接受 国王大臣 长者居士的供养 临时的 只是一个法会而已 他那个法会是讲经法会 讲一部经而已 有时候听众很多欢喜 可以在一个地方讲个几部经 决定没有留念 没有探索 如果真的建了一个建筑物在此地了 你就没有办法避免 注重里面去贪心 肯定有 决定有 佛要避免这个过时 他不要 那么到中国来 中国自古以来圣贤教诲 尊师中道 怎么能叫老师出去拓博 去讨饭 那这个学生不被人骂死啊 叫老师晚上树下一修 这不觉得在中国是讲不通的 绝对不可以的 随到中国 那就完全是变成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了 所以老师接受贡养 帝王大臣建筑 这个提供建筑 可是出家人确实是清本 虽然有这些设施 没有贪心 没有留念 做得真的是如理如法 我出家的时候 在新竹去访问无上法师 我去看他的这个道场 还相当如法 我的印象很深刻 那个寺庙是日本式的 日式的 亲众 已经不识广丹了 这广丹我们叫都普 已经不识了 一个人 有一个床位 有日本式的 纸的这个屏风 各成的墙 纸的 拉门 很简单 一个榻榻米 实际上是一个半榻榻米 另外半个榻榻米 有个小桌子 它可以供佛像 可以 一个人一间 那一间多大呢 一个半榻榻米 我在那里住过几天 我很欣赏 在这个时代 真的那是出家人的生活 他那个房间 是长廊 辽房就是在长廊的一边 他不是那边 一边 这一边是长廊 通大殿 通大堂 那么这个都是 依照古时候留下来的建筑 摄放到场 不是属于私人的 私人的就变成子孙庙了 子孙庙的必病就很多 应该是摄放常住 那功德无良 特别是在现代这个时代 我们要学世尊 怎样教化调伏 这一些魔咒 那你就一定要知道 一福出世 千福拥护 戏一个人唱不起来 你一个人唱主角 你要找一些配角 配角都是觉悟的人 不是觉悟的人 不能跟你共同唱这台戏 共同唱这台戏 都是觉悟的人 万一 万一觉悟的人找不到呢 你要帮助他 要常常教导他 有几个觉悟的人在一起 这台戏就唱成功了 真正是自利利益 无量功德 所以想母 从哪里想起来 不是想外面 想自己 降伏自己的烦恼 降伏自己的贪嗔痴 降伏自己的自私自利 降伏自己的明文力 降伏自己对五一六成的享受 从这做起才行 自己成功了 这才能感化外面 举其感应 这经文明明白被教导我们 我们应当认真努力来学习 现在时间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